这个黑色的硬物请朝直 因为洞在前方 如果你往上顶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了这个玩具让我给大家做个开箱 这个玩具其实是一个台湾代理版 据他们的说法可能是大陆还没有上市 就请我从台湾代购 我的话就厚着脸皮 能不能先借给我做个开箱 这个玩具其实我自己一定也会收的 只是目前的最近开销有点大 家里头事情稍微多了一点 暂时没有余力 那就感谢这两位同好的话 非常爽快的答应了 那么这个包装盒挺有意思 因为它的一个空洞都划出来 这个直接跟玩具是达到了一个高度的一致性 那讲到这个 其实围城系列的动画 很多人推荐我赶快去看 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把它补完的 那其实的话 围城的动画片 我个人觉得比较成功 光是个造型 尽量跟玩具做到一样 就很加分了 那这个诚实的合围的话呢 也是很加分了 那么今天的这个喷气机 还有碗哥 那我呢从载具的开始做一个开场 因为呢先前的话呢 有跟大家做过这款Starscreen 那么其实它们的变形呢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几乎可以说是一样 我们做个简单的一个对比 你看一下的结构就知道了 在飞机的一个上半部呢 是几乎一样 腿部的一个变法的话呢 Starscreen还稍微 稍微多了几个步骤 要转这个水平 这个尾翼跟垂直尾翼 还要稍微调整一下 而这个不管是喷气机 还是网哥的话呢 在这个人物的小腿啊 也都是这个 飞机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水平 这个翅膀的部分呢 就是几乎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的 所以这变形来讲的话呢 是更加的简单一些 那由于就是相同的模具的话呢 我们就换一个方式呢 来做一个开场 那一样的啊 我们呢 还是把这个两个的话 做一个简单的 自身一个小对比 其实他们的差别 也就是在这个机翼的部分 是有点不同的 那两个造型 我比较喜欢谁呢 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个喷气机 网哥的话呢 在三箭头里头呢 不管是经典系列也好 或者是今天的这个 地头崛起系列也好 我个人呢 都是觉得它是比较 可能是因为它没有这个 把后面的这个 这个垂直的这个尾翼呢 位置比较奇怪 它是两侧 感觉的话呢 喷气机应该是我最喜欢的造型 就是经典 经典 应该经典2.0吧 还是1.0时候的一个玩具 那三箭头部队的话 其实我是经典系列 我是有全部收齐的 然后这个冲锋也是有 那冲锋的一个飞机的话呢 它因为还有这个螺旋的这个 讲的一个螺旋的这个部分 所以造型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网格是比较单调一点 而这一次的网格呢 严格来说呢 它的一个涂装来讲的话 是确实是真的是比较单调一点 相较于之前 还有这些白色红色的这个条纹 做点缀来讲的话呢 这一次呢 地球崛起的这款 Voyage Class的网格呢 真的就是比较 嗯 涂装来讲就是比较单薄了 人物的话就感觉就欠缺了一些立体感 不过我真的要说啊 它这一次的话 不管是网格还是这个 喷嚏机也好呢 它本身即使是这种蓝色的塑胶呢 也是带有一点点消光的感觉 虽然它会反光 但它还是有一点哑光的感觉 特别是这个是已经 这应该是有上一层漆的啊 这个漆面上的 我觉得是很漂亮 而且它的话呢 上到呢 有一点点看到没有 啊 这边有点小小刮伤啊 这个一打开就这样子了啊 这个的话呢 你看它这个漆面上成这样 好像有一点自带 有一种勾线的一个感觉 立体感其实做得非常的好 那驾驶舱是一个透明的部件 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啊 这个也是白都没有处理好的一个小瑕疵吧 这个美版的玩具的话呢 也就不要苛责太多了 那我还是要再讲一下 还应该是没有起落架 对不对 没有这个下面的轮子 对吧 而且它的这个下方啊 这个地方的位置呢 跟starscreen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 它的话呢 这个部件呢 比较长 直接覆盖到这 而在之前的这个 天王星的这个模具呢 它的这个护膝是比较短 是可以压到这个裙甲的下方去的 也因此的话呢 不论是喷气机呢 还是这一款网割的话呢 它在桌面上的一个 一个平整度来讲的话呢 都会不如之前的一个 starscreen那个模具了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喷气机的部分 喷气机的本身呢 这个机型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那它的一个后面的这个垂直尾翼的部分呢 在经典模具呢 是垂直的 而在这一次的话呢 它是有点像是这个电影 电影的这个 啊 chartfire一样 啊 是个朝中间 做一点小小的一个 一个特殊角度转进来的 那从正面来看 可以看到啊 当然我手上这款好像日版的吧 涂装可能比较丰富一点 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是至少造型上面吧 比碗割我觉得要稍微好一些些 那我们呢 现在呢 用碗割的话呢 来给各位示范一下这一款 Volge Class的三尖头部队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啊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腿部这两个地方给翻开 以及后面这个地方呢 这里稍微折一下 就可以把腿部呢 整个给拉出来了 拉出来之后呢 直接把这个腿呢 往上面按下去就可以了 它是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卡扣 在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突啊 对应边这里有个洞 将它给扣上 两腿的话呢 给做一个打开 再来的话呢 将这个脚部的话呢 给做一个翻开啊 这个非常简单 后方的这个机翼的话呢 就直接 往后推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进行上半身的一个变形啊 上半身的变形呢 它这个地方呢 是互相咬合的一个结构 我的做法呢 是把这两侧的往中 啊 这个地方啊 两侧往中间 捏一点点的话呢 这个结构呢 就会被破坏掉 这个时候呢 再把后面这个部分呢 给往上面拉上去 就这一块啊 这一块 记得一定要把它给推上去啊 不推上去的话呢 它的这个 上半身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 折出这个角度的 折不出这个角度呢 你就不好做其他的一个 一个整理 两个手臂呢 给翻出来 手臂的话呢 这个时候要进行一个 伸长的一个动作啊 伸长的动作呢 就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拉开 然后往外面拉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注意到这一块啊 这一块凸 这一块凸呢 在变形的时候 是保持笔直的啊 这个黑色的硬物呢 是挺超直啊 因为动在前方啊 如果你往上顶的话呢 嘟不得动了 你再黑再翼 也是没有用的啊 这个时候呢 再把手臂呢 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啊 从这 把它给掀开来 掀开来 然后注意了啊 一样再次看到 这个黑色的这个凸啊 它一样是在一个啊 正前方的 再把这个部件给盖下来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 手臂的话呢 往外面张开一点点 然后我们就要将这个 头部这个部分呢 往下面 透过这个这个转轴啊 把它给往下面放下来 这个地方 往下放下来 那这个地方呢 这里转开 然后呢 将这个部件呢 做一个180度的一个大回旋 这个地方 回旋下来 回旋下来之后呢 就是利用这个地方啊 这个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给往下面折下来 折下来 再把后面这一块部件 直接往后面 靠到底就行了 靠到底就行了 靠到不能靠为止 然后两手啊 记得往外面翻一下啊 因为它这个两手的话呢 是这个 黑色跟蓝色这个地方 是有个简单的一个小咬合的 各位看到没有啊 你要稍微去对准一下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啊 一样是这个地方勾过来 跟这个地方 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咬合 到这边啊 它的一个部件 你看 你往后退 它已经不会撑开了 已经完美的一个变形了啊 再来的话呢 就两腿啊 两手啊 就摆到一个 你喜欢的一个样子 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将这个武器的话呢 给做一个简单的组合 到它的肩上 那这个也 这个就不是奶色线了啊 这个 Starsway那个才是奶色线 这个就不是 叫什么名字呢 我个人不就不是很清楚啊 好 那么呢 这个是这一次的一个Voyce Class 这个网割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那么 喷嚏机的话呢 两者的变形呢 是完全一样啊 我们就直接的省略掉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的话呢 就啊 我们一样啊 这一款的话呢 这个经典系列啊 这个喷嚏机的话呢 我已经变形完成了 那我们就呢 也一样的啊 简单的呢 来小小比较一下 新旧模具的变形难度呢 啊 跟设计上 有没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也是非常接近 大同小异的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它的这个样啊 这个两脚这样 直接拉开 它的一个腿部的变形的话 是比较暴力一点 直接拉开就可以了啊 那这个啊 整个膝盖 这个翻折的部分呢 到了这个经典模具的话 它是直接脚掌 是往下翻下来 那后面的这个部件的话呢 啊 经典系列这个地方的话 是原来是不动的啊 应该是不用往后推啦 虽然它这里有一个卡 有个卡卡卡扣 但是我觉得 直接放这样就行了啊 那再来的话 一样啊 在这个位置上呢 这个部件呢 一样是要把它给往上面 折上去 一样啊 这个地方 等于是有点小小卡住的一个 关节把它给打开 这个时候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部件呢 往后面直接的推到底了 推到底之后 再把手臂给翻出来 它的手臂的缩短呢 那是直接的更加简单 直接将拳头收进这个小臂内侧而已啊 是更加的直接的 那这个变形喜欢吗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啊 虽然有个空洞啊 但是我觉得黑色吧 可能影响也不大 但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头 直接在这了啊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部件 往下面折下来 透过这个地方呢 转动180度 然后呢 中间的话 是这里有个空洞 空洞就是收纳这个黑色的柱子啊 再黑再硬的一个柱状物呢 也是需要有缝来收的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再把它给胸部扣上去 最后的话呢 就把这个 这个胸口的这两个啊 这个轮胎的部分呢 给收进来 这个呢 经典系列 应该是20多年前吧 这个玩具的话呢 反而是有这个设计 而现在的一个Voyal Class呢 却反而没有啊 这个就不提了啊 这个不要老师拿以前的玩具 打现在的玩具啊 我们现在呢 把人物呢 一字排开 做个简单的对比啊 首先以旧模具来说了啊 旧有的模具呢 它的一个背部的话呢 其实收的呢 可能还反而更加的干净一点点 而这一次呢 一个地球崛起吧 它这个后面的这块部件啊 反而是直接就露个后面在这里啊 以往这个头露一个尖头 在后面这个应该是这个 这个starscreen 他们那三个角落才会有 以前三尖头的这个头 直接是真的飞机头 这次变成假的飞机头啊 然后这个配色来讲的话呢 也稍稍有点不一样 呃 喷嚏机器应该是比较 没有什么问题啊 一样还是白啊 那这个是可能年代久远 稍微有点偏黄了 而这一次的玩具的话呢 则变成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蓝色 身上的一些细节的点缀配色来讲的话 也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这一些 像裙甲那一部这个红色的 这个点缀不见了啊 身上这一些其他这个 古铜色的这个花纹啊什么的 位置的话呢都不太一样 包括这个裙甲的位置配置 也是比较不同的 连这个胸口的这个驾驶舱的 一个配色呢 也都是有所改变了啊 那这个反而是喷嚏机的话 你可以看到啊 喷嚏机反而是变化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的话呢 简单的呢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吧 我们拿这一款啊 拿碗割好了 首先我要提一下 它的这个头部啊 应该是可以正常的转动的 但是呢 我这两款的话呢 头部呢都紧到一个 我根本转不动啊 我很怕会把它转坏掉 那因为这个玩具呢 是朋友暂时借给我们做节目的啊 所以我就不方便去用力转了啊 那也不好意思给他们上汐游吧 就请这两个朋友的话呢 你们到时候再自己处理 这个头部转不动的一个问题了 手臂的平举啊 没有问题 这次玩具呢身上呢 原则上呢都是没有球形关节的 手臂也可以做一个 大概90度的一个转动 拳头无法转动啊 这是比较可惜的啊 地出的一个模具呢 反而在可动度上的话呢 是不如围城啊 腰身也是无法动 脚的话呢 可以往前面踢 裙甲是可以踢 裙甲是可以移开的 那这个膝盖的话呢 也可以弯到大概90度左右 以及的话呢 它这个侧踢 它都没有问题 原则上就是 能想得到的 能动的话呢 呃 基本上都有 脚踝也是有 但是一样是偏紧 应该说 呃 全身的关节都是偏紧啊 特别是这个头部啊 这个关节是 紧到了一个 嗯 我个人是觉得 我是根本是转不动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情况啊 不晓得是 嗯 算了吧 反正就是过紧吧 过紧是总比松还要来到 那它的一个表情呢 是一个愤怒的脸 而且它的一个眼睛是红色 然后这个红的话 涂得还蛮有质感的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而且它这个脸的话呢 它是有肌肉 有肌肉的线条的 有肌肉的线条 所以我是喜欢人脸的 那这种的话呢 在我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加分的 那这两个不见 你可以把它推下来 这样子 或者是你把它推上去一点点 OK 那我是觉得 推下来之后呢 是这样子 可能比较干净利落一点点 然后盆鸡鸡的话呢 也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表情的话呢 就感觉更加的严肃一点 我就觉得这个喷气机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凶悍的家伙 然后呢 这个背后 看一下 我还是一样 干脆把它都推到一个位置上好了 以涂装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喷气机的话 因为它的这个腹部啊 真的是 不晓得它的腹部啊 应该说它的腹部呢 是在黑色的这个塑胶上面 去涂白色的气 但是这个覆盖度 好像不是很好 感觉就 虽然真的是感觉是 有一点low掉的感觉啊 不然的话呢 在飞机状态下呢 它的涂装是比较好的 但是在人形下 我觉得就少一点弱掉了 反正是这个金色的 这个几个点缀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光返照 点的还蛮漂亮的 这个金光闪闪的 那么两者的话呢 我喜欢哪一个呢 其实两个都差不多吧 那这一次的话呢 就感谢两位大陆的 变形金光明友 跟我们一同来分享 这个地球崛起系列的玩具 玩到目前为止吧 还是觉得地出的玩具 稍稍的 感觉好像比围城来讲 各方面好像稍微稍微 弱了一点啊 那么这一款的组合包呢 就真的只是两者的一个 两个人都塞在一起卖而已啊 并没有说多附带的 什么其他的 什么就是 其他的小角色 小型的玩具 或者是特殊配件 都没有啊 完全就是这两个家伙的一个 一个本体跟配件而已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